牛肉汤老闆说是用菌菇炒出来的油 至今为止直到最内压屑 秘谋推荐的牛肉汤来了 最拉香 文章牛肉汤现在已经是我的心目当中 悠悠来咯 还有爸爸和妈妈 终于下课了 有没有看到悠悠同学 走 我们去换衣服 张艺谋推荐的牛肉汤来了 回来 那我就辣味和菌菇吧 老板先给上了一盘虾片 东北小朋友的回忆最爱了 要那一盘虹肉 谢谢 还行吗 据说他的那个牛汤啊都是用牛肉牛骨圆汤熬制成的 没有加任何什么香料 这个男孩的手指好看 谢谢 刚才那个服务员感觉也是来这边办过半天 这家店之前呢 是一家朝鲜菇的饭店 是在我高中毕业的时候 18岁那年 那个时候学校也考上了 也没有什么假期作业 在我那个年代就已经流行 这个毕业之后打工体验生活 所以我妈妈说那你也去体验一下吧 就认识的人推荐我过来的 就在这个位置 当服务生 第一天我是相安无事的 就是在学习阶段 第二天发生的一件事 那是在当天中午 大概都是男士吧 喝了很多很多的酒 突然之间呢 有一位中年男士就问我 给我拿点餐巾纸 递给他的时候 他就摸我的手 我当时就吓坏了 频繁的让我给他们倒酒啊 第一次去那 就开始有一些身体上的接触 可是呢 18岁小姑娘也不敢跟老板说什么 后来下班之后 我妈妈来接我 于是我就跟我妈妈说了 当天发生的事情嘛 之后 哎 我是怎么跟你说的 我说被几个叔叔摸熟了吗 后来就没有后来了 哈哈哈 哎那我那两天的工钱有领吗 没要吗 没有 那不白干了吗 那白干了两天 那白干了两天 现在没凌 而且还被别人占了便宜 我忘了我好几次熟了 那几次 这个牛肉滑也是能自己夹错的 牛肉滑 这个底面的 没凌的肉要多很多 啊 午餐肉 对 这个就是原鲜牛肉了 这个是蒜的吗 是蒜的 哦 又来一盘的了 哦 先喝汤吃肉啊 对 这个是套餐里面有的 这是给人家的啊 哦 这是老板赠的 对 咱们汤就用这个牛肉做的 所以你不要让原肉加汤 更好多一些 我们东北的火锅 大概率的都是自助调料了 先调一个东北的酱料 这酱料回去台湾就吃不到了 蒜泥油 没有老香呢 香菜糯 我再来一个朝鲜辣椒酱 这个也是离开我们东北就吃不到的 朝鲜人自己做的酱 一碗酱可以干进去一盆大米饭 这是正宗的我们朝鲜族的米饭碗 然后它这个米饭是有常的稻花香 哎呀 这个米筋用剔透的 这个米太厉害了 好 给悠悠吃 这边是麻辣的 这边是菌菇的 这菌菇汤老板说是用 菌菇炒出来的油 这个菌菇都已经被他们炒成干了 你喝一下它这个汤了 你喝它的汤了吗 浓浓浓浓的 香味 我咀嚼了一下它这个菌菇 吃起来像肉一样 哇 我真的是太有福气了 哇 这个辣的明太鱼特别辣 但是它非常好吃 是例行下酒菜 哦 朝鲜都把啤酒屋叫明太鱼 就啤酒屋的主打菜了 对对对 哦 老板招待的这种明太鱼 和老板并不相识 正宿菜品原因 影片最后解释 哇这辣椒够多的 里面还有很多的黄豆鸭 因为本身朝鲜族人就很喜欢吃黄豆鸭 很迅速的无油温鸭 太香辣了 要烹火了 新鲜辣椒做的辣椒酱 完了 我一直在留鼻子上 我根本停不渗嘞 好了 没有办法跟外面讲话 吃一下他们家的鸭血 他们家的鸭血 是已经达到出口的腰肉 它比豆腐感还要嫩 它的那个咀嚼感 有点像是我吃过的 日本鸡蛋豆腐 至今为止吃到最嫩压穴 它这个鸡蛋腌的牛肉 来 我们下一下 它单吃这个牛肉的味道 这个鸡蛋是太浓浓了 肉口提滑 鲜味十足 厉害吧 让我来吃一个鸡肉块 好蛋 我喜欢 大口吃肉 很软的牛肉味 而且它是带筋的 又有点带肥的肉 哇 这个口感超级 牛肉好吗 混着芝麻酱 最拉香 文章牛肉汤 现在已经不是我的心目当中 太厉害了 哎 它这个豆腐都要煮开花了 一看就是自家豆磅的 你看这个豆腐 嫩到什么程度 哎呦 这豆腐我觉得我不吃 我都对不起它 嫩到没有王法了 竟然比我还嫩 来 都不需要咀嚼 入口就是满满豆腐香 我跟各位男士说 如果现在有一个豆腐 稀释 和这块豆腐 拌在你们用前 我劝你们要选这块豆腐 答应我 好吗 我帮你们人去 就买一个 喝一下跟人家的 这个酸骨汤 甜度比酸度更多一点 我更喜欢台湾的 老板呢 又给我们一个小正菜 朝鲜的拌黄粿 还没有蒋浆大粿那么辣 就吃牛肉吃多了 来两个黄粿 可以继续 第二次 这是我妈喜欢吃的哨子 牛肉还下锅 我今天买的这个吧 是套餐 多少钱呢 说出来吓死我了 你这怎么就一叫个话 已经小了我手机了 我又等会不会太大了 哈哈哈哈 老板太可爱了 他今天的这个价格是 200产品 但是不包括锅底 锅底是120产品的样子 所以加起来一共就是 320产品 这么单一种锅 出锅 这两个人太幸福了 不只是原本牛肉的味道 更有点葱花香的味道 对他们家4款牛肉 每一款牛肉 它的那个味道和特色都是不一样 这款葱香味特别的 朝鲜辣酱 明天菊花可能不饱 明天菊花可能不饱 要不要 好辣 有种腌料的 口味再加进去 它里面加了很多的大 蒜 蒜 火候妈妈已经现在吃到了 胀起来了 重点的东西差不多都吃光了 嗯 好吧 我实在是干不动了 我准备去检查 好了 我们出来了 我妈妈打包了四大袋 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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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路啊 这刚打包回来的饭啊 还有汤啊 悠然刚才吃着吃着就睡着了 今天去吃这个牛肉果锅啊 一共花销是320台币 还是330台币的样子 它的牛肉是圆切牛肉 而且四大盘 其实不是啦 其实是三大盘而已 嗯 因为我进店的时候就已经在拍摄了 然后老板问我你是 呃拍什么 我就跟他说我是有拍这种 类似于美食的自媒体 他说他们家这个店 虽然说到他这已经是第二代了 从前是酒香不怕相子生 他说现在的时代不一样啊 现在时代是酒香也怕相子生 那他最近正在学如何 运用这个媒体 运用网络去宣传自己的店 所以他就加入我的微信 希望两个人可以多交流一点 于是呢 还给我们很多的净菜 净菜 老板太热情了 热情到我都觉得有点不好意思 东北人的礼尚往来特别直接 他觉得他有事情想要请教你 那作为回报 就是立刻性的大鱼大肉上好的饭 才请你这样 好了那么今天所有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还没有订阅微微的朋友 可以点击下订阅来记小铃铛 也希望大家可以在下方多多的留言和互动 好吧那请期待微微的下集影片吧 拜拜 我是幽妈 我是幽幽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话 记得下方留言哦 对 还有电视频呢 拜拜 拜拜